哈喽大家好,我是罗石武 今天这期视频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鬼灭之刃水之呼吸招式的介绍以及总结 我们都知道呼吸法是鬼灭之刃这部动画的一个打怪技能 就类似于死神的灵力,火影的查克拉以及海贼的霸气等等 只是鬼灭之刃的呼吸法相较其他设定来说是具有三次元属性的 因为呼吸本身就是我们维持生命所离不开的东西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瑜伽、唱歌以及跑步等等 对呼吸的方法都有着特殊的要求 因此,鳄鱼老师在鬼灭之刃这样一部有些许历史背景的动画中使用这样的设定 也算是一种贴近现实的表现 水之呼吸是主角探知兰前期所使用的呼吸法 公开的招式中一共有十招 加强师兄易勇自创的那一招一共也就有十一个形态了 水之呼吸的一支型名为水面掌 是形成整一个水之呼吸众多招式的基础 是使用呼吸之后,运用水波纹对着对手水平挥刀 招式简单,好使意用 但是杀伤力相对较弱 对付一些普通对手以及杂鱼来说是相当好用的 但是用来对付稍微有点实力的BOSS级人物 那就请自行参考第19集的内容 轻则断刀,纵则丧命 所以对付BOSS还是要谨慎使用为好 水之呼吸的二支型名为水车 简单来说就是在空中利用身法以及呼吸法画出一个圈 就像运作中的水车一般 是属于辅助型的招式 也是探智狼最喜欢使用的招式之一 虽然攻击力一般 但是就用这一招可以化解在空中下坠的势能 减少自身下坠中所受到的伤害 是实用性比攻击性更高的招式 水之呼吸三支型名为流流舞动 是活用战斗身法像水流一般穿梭于人群之中的攻击招式 属于大范围的AOE伤害 速度快,攻击范围广 同时还能借用身法躲避一些其他的攻击 但杀伤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 所以他也并没有成为探智狼在战斗中所经常使用的招式 水之呼吸四支型名为打击之潮 使用这一招可以迅速用出波浪般的斩击 杀伤力以及攻击范围都不弱 是师兄义勇经常使用的招式之一 水之呼吸五支型名为干天的词语 是从天空向下落的同时面对敌人挥出的斩击 握刀的方式与一支型极其的相似 只是一支型是水平斩击而它是树脂斩击 出刀速度快,杀伤力大 并且敌人不会有过多的挣扎 可以说是消灭敌人最为人性化的一招了 在动画中,此招的特效极其优美 因此也拥有了水调歌头这一美称 同时也被称之为水之呼吸的经费之刃 水之呼吸六支型名为扭转漩涡 利用身法的一个全身扭动 在周围卷起一个类似于漩涡一样的斩击 在水中以及无落脚点的地方使用 拥有相当巨大的威力 不过要是在游落脚点的地面上使用的话 姿势是稍微有点一言难尽的一点 水之呼吸七支型名为波纹滴刺 是使用刀剑对前方进行多次突刺的一个招式 是水之呼吸中最快的突刺剑技 集中一点去造成最大的杀伤 虽然攻击范围小 但是速度快且集中 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击 在动画中 汤直兰使用的是一个改招 波纹第一次取 只进行了最快且最简单的一次 便收下了敌人的球球 水之呼吸八支型名为龙湖 是利用身体在空中下落而发动的一个自上而下的范围性斩击 也是一个AOE招式 主要用来攻击小范围集中的敌人 水之呼吸九支型名为水流飞沫 乱 是将身体移动的落脚时间降低 达到一个可以在各种战斗场地中来去自如的招式 是整个水之呼吸中唯一的一个位移技能 炭治兰也是靠着这一招 在与前任下旋六的战斗中与其周旋的 水之呼吸 水之呼吸十支型名为深深流转 是使用者接触身体 一边旋转前行 一边挥刀 每转一圈 斩击的力量就会增强一些 直到转到停不下来为止 便是使用者最强的斩击了 十支型也是整个水之呼吸中杀伤力最大的一招 炭治兰也正是通过这一招与火之神神月结合在一起 将下旋五成功砍伤的 水之呼吸十一行名为止 是师兄傅刚义勇自创的招式 也是属于他的水之呼吸招式 是利用水之呼吸营造出的大海景象 将敌人所有的攻击全部化解 从目前来看是一个纯防守的招式 并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但是也是全部水之呼吸招式中防御力最强的一招 易勇也是靠着这一招 在与三弦上的对战中 将自己所受的伤害降到最低的 以上十一行便是水之呼吸已经出现过的全部招式 我们可以总结出水之呼吸拥有以下的特点 一个是对于使用者的身法 也就是身体灵活性有着相当高的要求 不管是三支型的流流舞动 九支型的水流飞沫 还是十支型的深深流转 都需要借助灵活的身法步伐来为招式创造条件 这一点从玲珑老师在教导烫自然的时候便可以看出来 设置多重的障碍物 不停利用躲闪技能来锻炼身体 从而掌握水之呼吸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水之呼吸是相当灵活多变的 非常适合使用者在不同环境中不断进行变招 例如二支型的水车便可以使使用者在多种无落脚点情况下转变自己的身形 切换到下一轮的攻击 最后水之呼吸也具有包容性的特点 从师兄义勇的纸可以看出 水之呼吸能够利用其包容性的特点去吸收其他的攻击 碳自然也正式利用了水之呼吸的包容性 将水之呼吸与火之神神月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水之呼吸正如真正的流水一般能动能静 并且是一个攻守兼备的呼吸法 好了本期视频对于水之呼吸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还行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